新冠病毒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可是在这两年时间里面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感染病例 而且我们还有太多太多遗憾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好好和家庭告个别 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过有一些人的运气特别的好 他们在经过了一番救治之后 终于能够成功的战胜新冠病毒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记得第一批患有新冠病毒的人 他们在经过了全方位的救治之后 他们的身体状况又怎么样了呢 武汉协和医院的数据报告出炉之后 终于能够揭开新冠病毒后遗症的严重程度 可能这背后的严重程度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和大家去聊聊这故事 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早就已经和新冠病毒融为一体了 新冠病毒将会是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化疾病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 开始投入到新冠病毒的研究之中后 我们能够很好地去控制住疫情的发展和蔓延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只要稍微有不注意 就有可能会导致新冠病毒卷土重来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吉林省也出现了大面积的爆发 直接导致几千多名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 其实随着新冠病毒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化疾病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新冠病毒未来的一个后遗症 大家都会很担心这个疾病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副作用 导致我们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 想要了解到这背后的真相 必须要有我们医学专家的真实数据 武汉的协和医院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这背后的真相 总共挑选了120名新冠病毒治愈者 从数据观察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受到了新冠病毒后遗症的影响 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的降低 而且还有一些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后遗症特别的严重 甚至还导致他们都无法重新回过到正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千万不能够小看我们的新冠病毒 虽然未来我们可能会和这种疾病长期相处在一起 但是这种疾病的后遗症可是不容小觑的 如果我们侵略了这种疾病 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彻底的失去健康 这种疾病会给我们多个脏器功能造成很大的冲击 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感染来新冠病毒的初期阶段 我们的身体会出现非常强烈的反应 我们的身体会出现非常疲惫的感觉 等到我们成功的治疗好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之后 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 比如我们会出现头晕头痛的行为 原本我们的身体不会出现这些现象的 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动一动 会觉得我们的脑袋特别的胀痛 总感觉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自己头鹰目眩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新冠病毒刚刚来到我们视线面前 大家还不知道这个病毒 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和伤害 大家都以为这种疾病 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呼吸性流行性感冒而已 和绝大多数的流感都是一模一样的 英国牛津大学在经过了多方面的研究之后 发现新冠病毒会给人类的脑部造成一定的冲击 无论你感染的程度是轻还是重 你的大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牛津大学总共对758名患者进行了研究 在这些研究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大多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会更加糟糕一些 这些人的脑部老化速度 会比正常人要更快一点 而且他们的速度相当于以往的10倍 为了能够更加精准地判断出这个数据 这些实验者每141天 就要进行一次头部CT的扫描 其实我们协和医院的数据报告 也是提出了相关性的调查结果 就120名数据报告的情况显示来看 其中5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都会觉得身体大不如前 他们稍微动一动 都会觉得身体特别的不舒服 身体上的疾病是一部分 心理上面的疾病也特别的严重 大约有90%的病人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但是还有一些人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抑郁症 他们是极需要一个心理医生 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 否则他们的心理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有一些人还会出现性格的改变 他们的脾气特别的暴躁 会让他们的生活 和以往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 很多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状况 好像失去了一些激情 他们平时特别想要睡觉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面 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困乏 而且还有些病人 会出现严重的味觉障碍 他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 已经不能够感受到 这个东西的味道了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味觉 他们也希望能够 好好地感受一下美食的味道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里面 而且武汉这一次 所调查的数据报告 非常的详细 他们还发现了非常多的后遗症 比如有20%的人 有可能会出现心脏病的疾病 要知道武汉的病人 本来就是我们第一批 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人 所以他们的数据 相对来说会比较全面一些 而且他们的数据 也会相对健全一些 只要能够从他们的身上 获得更多的数据 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 更多的真相 其实大家是非常担心 心脏会出现一定影响的 因为心脏是我们人体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如果我们的心脏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我们的未来 有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 如果你以为 只有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 才会出现这些影响 那你的想法就错了 武汉医院在经过了 全方面的调查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 这背后的问题严重性 原来很多新冠病毒的 轻型感染者 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脏气衰竭 他们的脏气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如有一些人的肺部 会出现纤维性的病变 而且有些人会觉得 自己的四肢特别的酸痛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到医院里面去检查 也检查不出一个所以然 反正身体就是非常不舒服 但是病例上面 又查不出一个准确的原因 其实这些情况都有可能 是因为我们的功能 开始慢慢的退化 不过他们的退化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医学方面 还无法精准地 查到这里面的细微情况 在另外一个方面 绝大多数的人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焦虑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 好像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会出现 尤其是在重症学科里面 待过的病人 因为他们已经见过了 非常多危难的时刻 但是有些人 已经看到了隔壁床的病人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是无法接受这种结果的 他们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焦虑 他们也很担心 自己会离开这个世界 很担心新冠病毒 会给他们的身体 造成巨大的伤害 即便他们已经成功地 治好了新冠病毒 但是因为那个阴影 一直留在他们的身上 导致他们的内心 始终有挥之不去的阴霾 而且还有70%的人 都会出现肺部的纤维化 他们平时的呼吸 都会有一点点困难 尤其是在缺氧的情况之下 他们必须要停下来 大口大口地呼吸 这些人都很担心自己的身体 无法正常地恢复 虽然他们也特别渴望 能够早一点恢复到 健康的状况里面 但是身体的状况 什么时候恢复 也是一个未知数 现如今我们的新冠病毒 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缓解 而且随着我们的医疗体系 慢慢地完善之后 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 知道如何去处理 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能够尽可能地降低 新冠病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所以现在出现后遗症的概率 已经非常低了 只要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绝大多数的人 都能够得到成功的治愈 而且也能够帮助他们 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 绝大多数的轻症患者 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重症患者 可能会出现身体 多个脏器的部分损伤 但是现在的重症患者 已经越来越少了 大多数的人 都能够被快速地治疗好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接种疫苗之后 新冠病毒 已经很难有爆出死亡病例了 在这些年的时间里面 他好像真的 没有听到哪一个人 因为新冠病毒 而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听到的绝大多数 都是隐性携带者 这就证明新冠病毒 对我们的影响 已经越来越小了 而且也证明了 我们的疫苗 是非常有效的 只要我们的疫苗 能够持续地 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 新冠病毒 就无法伤害我们的身体 就让我们相信 我们的医疗条件 相信我们的医生 他们一定能够保证 我们的身体健康 不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影响 也能够保证我们的未来 能够更好地 去拥抱我们的明天 希望我们的医生 能够找到一个 完全治愈新冠病毒的方法 让我们全社会 能够恢复到原先的状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队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不良哥哥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